在日前举行的华兵奖颁奖礼上 林心如凭借电影《嫌疑人X》的现身 获得最佳女主角 当晚她在微博上秀出奖杯 并感谢了导演苏友鹏 第一次拿到电影方面的奖项 林心如显然十分兴奋 第二天晚上 仍意犹未尽 在社交网站晒出自己的美照 并配文 昨晚此刻 让人颇为惊喜的是 评论区了金线赵薇的身影 她留言大赞 漂亮漂亮 这一幕让不少粉丝感触 纷纷表示 好久没见两人互动了 当年一部环珠格格捧红了赵薇 林心如范冰冰 环珠三姐妹当中 曾多次传出范冰冰和其他两位不合 反而是赵薇和林心如成为闺蜜 二人不时相约聚会 但是去年9月 林心如接二连三传出负面新闻 先是尔康周杰 否认当年拍环珠格格强行舌吻 继而有网友翻出他早期录综艺节目的画面 吴宗宪从他家柜子中 找到一个贴着赵薇照片的玩偶 且上面还扎着针 因此被指示扎赵薇小人 虽然后来制作人出来澄清 指示节目效果 但网友仍质疑林心如有心机 与赵薇是塑料有意 之后轮到赵薇出事 他和老公黄友龙被证监会给予警告并除以60万元罚款 采取五年证券市场进入措施 事件一出 连马云都急于撇清关系 称跟赵薇加起来见面也没超过十次 连马云巴巴都这样 更别说是其他人了 3月12日赵薇42岁生日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明星 譬如黄晓明 苏友鹏 何炯等送上祝福 而前几年都有公开送祝福的林心如 今年却没有一点动静 因此 很多网友都猜测两人的友谊已经生变 现在赵薇和林心如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感情依旧 相信他们只是因外界留言太多 才特意低调而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